Mand look 好啦這裏是呂詩璇Trial Fresh 新鮮尊餘 我们是一个非常不团结的团体 我的两个团员对我来说就像召唤兽一样 就是一次出来是有时间限制的 我和张武是最容易有争执的 然后实际就是在中间停止战争的人 如果团体的表演我得想象的是 我们今天有三个人那我不能做太多事情 当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以我为主 我可以不用特别在意别人的想法 或是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跟这个人合起来 我觉得我的个性太爱线了 所以很容易就会变成一群人中很突出的那个角色 我觉得很荣幸 可以得到这个奖项 并且是LMF颁给我 坐在那个整个场景里面的正中央C位最前面 然后那天有很多的感受 例如那天表演有蛋保 蛋保下来跟我们这一桌的几个人都有急掌 那一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认同感 我觉得我现在对于得奖就是没有特别一定需要 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点遗憾自己的音乐作品可以在那二十几个人里面被讨论就好 不需要得奖 所以如果有机会入围 我觉得会已经够值得开心了 剩下都是缘分了其实 我的目标是开一个统计经会 跟做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觉得我已经不需要再证明自己是谁了 这个目标是我认为一辈子都不会做完的 做音乐刚好可以在帮我把这个目标更前进 他是我好朋友 还有这件合作有没有钱 就两件事 因为你做一件事情你需要有目标嘛 以前我们要去表演 为什么我会去那表演那表演没有钱 有观众我们去 有may我去 有谁谁谁在那我想要去 只要有一个目标就可以去做 不需要管大小 我为什么会去参加沿上谢和璇 因为谢和璇在网路上 开了一个直播骂我 然后他已经骂我一阵子了 因为他觉得我是Stuzy 哇我真的是被骂的莫名其妙 隔天新闻也出来 然后他就讲这直播里面骂了谁啊谁啊谁啊 就是没有讲我 我想说哇 他整个直播都是为了我而开的 结果 你们谁都不写我 我好像被白骂了一顿 然后我就觉得好有沿上我要去骂回去 然后去参加沿上之后 其实 我觉得谢和璇 不是真的这么 不能相处 但我觉得他那时候真的生病了 所以我在当下我没有想要用那种 网路的方式回他 我觉得来这个 是一个 最好的方式 有点像跟他重新交一次朋友 没有不是我节奏感好 是他们其他人节奏感不好 他们不会唱好不是我太好 是他们太烂了 好啦开玩笑了 这是一个笑话 我们有一些反应是 演的或是我们提前就知道的这些东西 对 但有很多是 你在那个台上你会突然 想要补那一两句 突然想要多做两个反应 然后我也没有料到 谢和璇在台上直接跟我道歉 那一段本来要 互相 你知道就是羞辱对方 就整个变温馨他过来抱我 抱完之后他还亲我头一下 可是这个真的好难定义 我真的每天都觉得我很帅 所以 我就保持自信的命绝就是 你要 拿掉你身上多的东西 然后你觉得那东西就是在你身上 今天你需要在身上 我觉得最近是去年的 让人记 表演的舞台上面 前一天我刚刺了 我的新刺青 然后隔天在台上的时候我觉得 那个刺青有给我很大的力量 那个场域 那场表演 那一切是一个非常 特别的 画面 我去年有个朋友过世 然后他叫好香 他有一间整骨店 教父员 他出去做一整的衣服 就前面写骨气 然后就选了那件T恤 反穿 因为我写过 一句歌词送给他 叫 I got a good key on my back 然后让人记也是他 每年都会想要去 参加的一个活动 主办人 还有很多表演者都是他的朋友 所以那场就有点像他的 纪念音乐会 为什么会刺这个刺青 因为我 我问Chap GPT说 你觉得脊椎 哪一节最有骨气 GPT回答一个 蛮有意思的答案 所以我就把 把这两个字 吃在我的脊椎上的 T5 T6节左右 跟你心脏位置很接近的地方 也符合我说的这句 I got a good key on my back 我就跟他借了一点点骨气 放在我的背后 所以我现在是一个有骨气的人 Alright 这也是 吕士轩Trial Fresh 新鲜尊于以上就是我的回答 想要看更多 访问请锁定beauty 美人圈的 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还有YouTube channel